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瓶的哈哈哈哈不是社交的敷衍 而是喜欢和你说话 喜欢和你分享生活 心甘情愿地为你浪费时间 这个世界很大 大到两个人相爱的概率只有77亿分之一 这个世界又很小 小到一转头就能看到你的笑脸 而你的笑容是至于我所有的烦恼的良药 就像《寝深深雨萌萌》里 如瓶最终还是选择嫁给了杜菲 那个总是想办法逗她笑的男生 而不是总想让她哭得揪心的和舒缓 成年人生活都很忙 每个人都在分秒必争 能花时间逗你笑的人 一定很喜欢你 还有什么必能让你笑 更重要的呢 笑得出来感情才有未来 日子才有笨头 生活确实没那么简单 但是和对的人在一起 笑容一定比眼泪多 好的恋人也是好朋友 杨江在论起什么是好的婚姻时 曾说 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 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 也该能做互相陪伴的朋友 或互相尊重的伴侣 门当户对其他并不重要 好的感情总是有话可讲 有事可做 有心事可分享 很多夫妻刚结婚的时候 也是情深深雨萌萌 你浓我浓 可人到中年 很多夫妻变成为了兄弟 很少说废话了 其实聊得来只是表象 聊得来背后 更是一种彼此深层次的默契存在 而这种默契 就是有人分享美好 也有人分担压力 互相给予对方 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这种默契能给你精神上的鼓舞 灵魂里的慰藉 和能量上的补充 有人说 一对快乐携手一生的人 一定会是彼此的好朋友 比起充满压力 像枷锁一般的责任感 那些能让人轻松愉快的友谊 可能是感情更好的维系 去爱一个让你笑的人吧 世界上的人千千万 总是能让你笑的没有几个 能看懂你是不是真心想笑的人更少 张若云说 他笑得再甜 走得再倔 也别觉得他就不是水做的 那个希望你笑的人 他能读懂你的脆弱 理解你的小情绪 看穿你的职业假笑 不爱你的人会让你 一想起就伤春悲秋 爱你的人 却会让你一念起就眼带笑语 不爱你的人 对你的眼泪无动于衷 爱你的人会想尽办法 只为逗你开心 我看过一段很甜的类画 我笑点滴 有多滴呢 看见你我就笑了 他也许不擅长甜言蜜语 但是从遇见他开始 灵冬散尽 心河长鸣 因为他心甘情愿 当你生命中的笑容放白鸡 为你一生撑伞 在他面前 你不用假装坚强 也不必只对抗世间的恶意 余生不长 却爱一个 让你笑的人 让你过得每一天 都养过明媚 好了 节目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我是安然 祝您平安喜乐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您分享到朋友圈里 或者是 给我们点一个赞看哦 我用声音 温暖你的耳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